说起杜兰特 绝大部分球迷对他的印象 一般都停留在球场上的无解表现 凌厉到极致的进攻 就算放眼整个NBA历史 也很难找到像他那样打球的超级巨星 同时他在多得MVP之后的演讲 也让人印象深刻 杜兰特在全球球迷的注视下 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 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 艰难走到今天的故事 听到的人没有一个不被他感染 这一幕也被称为北美体育史上 最成功的一次演讲 但也仅仅只有这一次演讲深入人心 在其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里 杜兰特在公共场合说出的言语 总是显得不够老道 有些球迷会喜欢他直言不讳的率真 但是有更多的球迷 对于他的言论尴尬到至极 今天球哥就带大家一起盘点一下 杜兰特那些语出惊人的名场面 首先最被大家津津乐道的 就是杜兰特在生涯早期 对于斯嘉丽的思念 2011年1月16日 在金球奖颁奖里的红地毯上 一身华丽裙群的斯嘉丽约翰逊 咽压群方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其中就包括正手在电视机面前的杜兰特 他按捺不住心中的骚动 在推特上向女神告白 斯嘉丽 我想喝你的洗澡水 瞬间成为全网热门讨论的话题 要说杜兰特的辽媚技术 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就这短短的一句话 包含着复杂的感情 炽热的真诚 自嘲的滑稽 爱慕但又求之不得的卑微 让单身的球哥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倒影 算了 球哥编不下去了 不过杜兰特引起的轰动话题 最终也如愿引起了斯嘉丽的注意 他在推特上回复杜兰特 只要你能够夺得新赛季的冠军 那我不介意答应的请求 得到女神承诺的路兰特 在一一至一二赛季宛如杀神附体 以场军二十八分得到德分王 在季后赛里成为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的魔神 他率领雷霆在首轮吐露了 未免冠军小牛 在四轮力压科比的呼人 又在西部决赛对着马自狂轰乱炸 可惜如日中天的詹姆斯 以及巅峰的热火三巨头 成为他得到洗澡水的 最后一块半小时 当热火自比一 捧起总冠军奖杯的那一刻 杜兰特整整哭了一个星期 不仅是因为生涯首冠制 差一步之遥 或许也因为倒在了 斯嘉丽浴室门口而感到可惜吧 不过话要说回来 即使这个推特的内容 有些语助惊人 但是问 面对前途后凹 美颜绝伦的斯嘉丽 谁又不渴一亲方则呢 自从在推特上一名证人之后 杜兰特就沉迷于自己 在推特上分享自己的训练和生活 偶尔也会看看网友们 对自己的评价 但是无论哪个国家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都少不了黑粉的存在 尤其是杜兰特选择 离开雷霆加盟勇士的时候 全网更是掀起了一股 黑杜兰特的风潮 杜兰特偶尔有被骂到 气急败坏的时刻 就忍不住自己注册一个小号 维护自己的名声 某天 杜兰特在网上冲浪的时候 看见又有网友 在自己主页的评论区 问他为什么离开雷霆 不胜其扰的杜兰特 选择用小号反击 他以一名网友的口吻 这样回复道 他不喜欢内支球队 或是多诺万打球 他们的阵容不是很好 想象一下 没有了威少 他们会多么糟糕吧 杜兰特无法和那些 阿毛阿狗一起独冠的 杜兰特敲完键盘之后 顿感神经济爽 但是他很快发现了 不对劲的地方 原来他太过着急 反驳网友的评论 忘记千换小号了 即便他删除得很快 但还是被无数屏幕前的 网友抓包 并且极图发到网上 这样的操作有多滑稽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大家在这个视频下方 看见球哥在自己的评论区说 啊球哥 你做的视频实在是太棒了 我要让我所有的朋友 都点赞订阅你的频道 不过球哥的影响力 肯定离杜兰特还差得远了 更何况刚刚被视为叛徒的他 现在又被抓到自己 偷偷摸摸黑老东家 这让杜兰特的路人员 跌倒低谷 无论杜兰特怎么辩解 自己没有小号 但是球迷们都不愿意再相信他 就连一向与他不对付的坎特 也跳出来给他补了一刀 说杜兰特从很早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习惯 在舆论的重压之下 杜兰特随后还是为自己 不尊重雷霆的言行到了线 并且承认自己拥有过一个 只对亲友开放的小号 这件事也就算过去了 来到勇士之后 杜兰特与库里·汤布森 成为联盟有史以来 外线火力最凶猛的海啸兄弟 他们三人都有各自的签名球鞋 其中杜兰特签约的是耐克 而库里签约的是安德玛 因为安德玛的品牌总部 位于杜兰特的家乡 马里兰州 但是杜兰特不仅在高中毕业时 没有选择马里兰的大学 后来也没有选择 与安德玛进行签约 于是 在2017年的一次采访中 主持人问起这件事情来 故意给杜兰特挖坑 一般情况下 这种涉及合同 收入 签约 这样比较敏感的自热问题 一般的球星 是不会正面回答的 说点套话糊弄一下 也就过去了 但杜兰特毕竟不同于常人 他不但没有压下这个话题 反而自己挑起了时段 他说自己不想留在家乡打球 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而球鞋公司 会对自己的选择 产生很大的影响 虽然感到抱歉 但是最顶尖的运动员 都会选择耐克 没有人愿意 与安德玛签约 库里听了想流泪 巨石强森听了想打人 原本简简单单的一次访谈 直接在耐克和安德玛 两个品牌之间开辟第二战场 掀起了媒体和球迷们之间 新的浪潮 虽然球哥相信 这件事不会影响 两人之间的感情 但是这番言论 多少也让同队的领袖库里 有些尴尬 同样是2017年 杜兰特除了搞队友心态 还曾经将自己的 口无知蓝的行为 延展到遥远的亚凹大陆 全球进行推广 NBA多年以来 一直坚持让各大球星 来到世界各地 进行NBA关怀活动 作为世界上最受瞩目的篮球明星 他们无论来到哪个地方 都会受到当地球迷的夹道欢迎 每一次都能留下了 美好而温暖的会议 2017年的夏天 杜兰特代表NBA官方 到印度进行推广活动 杜兰特原本在印度玩得还挺开心 参观了NBA印度学院 捐赠了两座篮球场 还来到太季林面前 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惊 直到离开印度之前 一切都在按照联盟安排的计划执行 但是回到美国之后 当记者问起杜兰特 对于印度的印象时 他却毫不避讳地说起了大实话 他说太季林这样的圣地 应该十分干净漂亮 但是他失望地发现 这里又脏又破 街上到处都是牛和流浪狗 是个落后了20年的国家 这里居然有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真是大可眼界 这些言论对于印度人民来说 虽然伤害不高 但是侮辱性极强 大量的印度媒体和球迷 要求NBA做出解释 并且道歉 杜兰特见识不妙 立马在推特上 认认真真地道歉了一次 才渐渐地平静了事件 本以为杜兰特在这一次 挑起国际矛盾的事情之后 能够在后来的公开采访的时候 小心一点 但是在他参加 伊巴卡的美式节目 你有多饿时 却再次屡出惊人死不休 杜兰特和伊巴卡二人 曾经是雷平时期的战友 又刚刚结束 勇士与猛龙的系列赛 自然有无数的话想说 例如杜兰特像蛇一样冷血 而不知感恩啊 库里是比威少更好的球员 如果杜兰特健康 会帮助勇士夺冠 这样敏感而有自己的话题 为了缓和紧张的戏分 伊巴卡决定插开话题 抛给杜兰特一个 比较花边的问题 谁是最后一个 拒绝你的女明星 杜兰特想了想说 很多女孩拒绝了我 但是在你和凯利·希尔森 认识结婚之前 我也被她拒绝过 伊巴卡和凯利 在2016年刚刚离婚 当时现场的气氛 可以说要多尴尬要多尴尬 为了能够让谈话 能够进行下去 伊巴卡只能打着原厂说 不 你再逗我吧 他不是名人 这不算事 但是杜兰特看见兄弟难堪 反而来的兴致 立马说道 不不不 这很重要 他是名人 他拒绝了我 伊巴卡无奈地将脸转了过去 说了句真是令人尴尬 成胜追击的杜兰特 还不愿意放过他 甚至说出了他邀逸的季节 我当时邀请过他喝酒 但是他拒绝了 我不想喝酒接受惩罚 所以我只能说出实话 伊巴卡只能黑着脸 一边将杜兰特面前的酒杯收走 一边告诉杜兰特 我对此一无所知 这也是为什么 北媒体与媒体 在过去的几年里 如此喜欢招惹杜兰特 他简直是行走的节目效果 无论时间 地点和节目 来为人们带来话题和欢乐 而他自己也从来不会在乎自己制造的影响 在荆州最后的那段时光 虽然好不容易战胜了詹姆斯 报了洗澡水之仇 并且已经与勇士一起夺得了两次总冠军 但是球迷们似乎也很少将杜兰特 真正视为勇士大家庭中的一员 这让刚刚完成复仇的杜兰特 感到自己被忽视 所以 无论是在为勇士效力期间 还是加盟篮网之后 杜兰特和追梦格林 管理层甚至是球迷 一直保持着高强度的友好互动 整个社交平台上口水纷飞 惹起了不少争议 除此之外 许多NBA退役球星喜欢在解说台上话题 比较不同球员之间的实力 为自己增加曝光率 而现役球员 为了不让自己卷入过多的讨论之中 往往会选择无视这种问题 但是杜兰特作为媒体的宠儿 记者的骄傲 流量的发动机 他本人非常乐于在这些话题里 发表自己的观点 除了之前所说的 库里是比威少更好的球员 还有例如 欧文比艾夫森更会运球 詹姆斯靠身体 自己靠技术 麦迪是名人堂的第一得分手 这样的话题 一遍又一遍地 漂泊着各个阵营的球迷 曾经也有人在评论里卷杜兰特 你是个超级巨星 别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屁事 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 而杜兰特却反驳到 超级巨星也会在乎这些破事 的确 NBA超级巨星也是普通的凡人 也会有自己的情感与观点 需要得到释放和表达 其实 杜兰特所说过的那些 看似不受待见的言论 从来没有触及一个 公众人物的道德底线 都是在他的立场上 就识论事 就算十个人里面 有九个人笑话杜兰特 九个依然对他畅所欲言的 说话风格表示敬意 毕竟 在现在这个时代 又有谁能够真正的做到 每一句话都不违背自己的内心呢 相信每一个关注球哥频道的兄弟 或者是享受篮球中文频道的各位 都对林书豪这名球员 抱有别样的情感 因为一股席卷全球的林峰跑 篮球世界再一次见证了 黄皮肤的力量 但也许命运在一开始 就已经被注定 林峰狂正如其名 就好像一股突然卷起的风暴 一般横空出世 惊爆所有人的眼球 然后又快速的消散 给我们留下的仿佛只有回忆 到底是什么让林书豪离开NBA 如果让球哥去评价林书豪的能力 毫无疑问 在他的巅峰时期 依照林书豪在党差中的作用 是完全能够在NBA联盟的激烈竞争中 占据一席之地 甚至在某些依赖党差体系的教练手中 能够担当先发位置的人选 一夜暴富的梦 谁都想做 但现实生活中 所有的质变都是量变的积累 那个如梦似幻的夏天 当然疯狂 但并不意味着 林书豪本身就没有抓住 这个机会的能力 不是能力问题 会是因为伤病吗 真正让林书豪坠入真冤的 的确是他在蓝莽时期遭遇的 膝盖病骨韧带撕裂 这个毁灭性的伤病 直接导致他丧失了 在NBA当中竞争的能力 但是也别忘了 即使是在他受伤之前的几个赛季里 这个场军得分上双的后卫 却从没在球队里待完两年以上 许多NBA的老球迷都知道 整个联盟虽然是篮球联赛 但实际上也是一个小型的社会 或者说是公司 里面各个部门之间的人 掺杂着利益的纠葛 情感的纠葛 当然也少不了傲慢与偏见 早在林书豪刚刚成名之时 虽然后来遭遇赛季保销 但是已经在全球刮起了新风棒 那个赛季伤病满盈的纽约尼克斯 不论是出于对商业价值的考虑 还是后卫线上的补强 于情于理都应该选择续约林书豪 但此时已经在东方大陆打下 深厚球迷基础的休斯顿人 为林书豪开出了一笔 三年2510万的合同 这份合同虽然没有大到 尼克斯无法匹配 但是莫雷为了恶心人 将这笔合同拆解为500 加520加1490 让林书豪的合同会在三年之后 疯涨三倍 而这个时间点 恰好是尼克斯续约老大 安东尼的关键节点 小四的大合同也即将到期 有意无意间 林书豪就和尼克斯三聚头中的两位 因为潜在的合同关系 站到了队立面上 不过对于纽约这座城市来说 钱能解决的问题 那往往不成问题 如果尼克斯今天能够想到 大开金库 想要组成一支不亚于同城篮网的球队 根本不成问题 更何况一个林书豪 但是很快 尼克斯内部传来了不和谐的声音 陆续有些报道称 队内某些人不希望林书豪拿下大合同 能够促成队伍人员离去的 肯定是颇具话语型的球员 球哥也不敢拖大 起码也算是尼克斯的主力轮换球员吧 小四虽然和林书豪有潜在的商业对立 但毕竟两个人的合同年并不重合 没有直接的竞争关系 更何况无论是他还是三具头中的拳王钱德勒 都非常希望能够有一名善于挡差的空位 发挥自己百分之两百的实力 而在林疯狂那段时间里 哥俩可是在林书豪手中吃饼吃到小铺 很难想象他们会要求林书豪离开球队 首发的得分后卫 德里菲尔兹 二人情同手足 在底线的空接连线 是大苹果城每个比赛业的保留节目 同样也是他将家中的沙发控出来供林书豪借助 两人的关系不用多说 至于新秀的湘波特自然没有什么球队的话语权 更何况湘波特堪称林疯狂的头号迷地 不但用糟糕的表现 为林书豪争取到了更多的上场之间 还是替补其最卖力的气氛组 拼命地为林书豪叫好 至于剩下的人 估计球哥说了大家也没多少印象 兜兜转转 那我们的嫌疑人名单只剩最后一个人 但是考虑到这位球员身后的背景 为了球哥的人身安全 球哥就不明说了 就是那个带发带的那什么瓜 就他 对于尼克斯的主要得分点和球队核心 还是一个发动挡拆的持球人 但是无球能力却较为一般的林书豪 在逻辑上没有任何毛病 更何况 如果球队匹配他的合同 有伤害自己未来合同的可能 所以当时二人不合的新闻满天飞 这些报道可不是球哥说的 球哥最喜欢看安东尼打球了 卡梅隆天下第一 随后 一二支一四的两个赛季 林书豪就来到姚明的东家 休斯顿火箭 但是很快 被更适合哈顿的贝弗利取代 从此开启了自己 收集七彩球衣的流浪 期间小伤小病连绵不绝 不知道是他的身体 真的适应不了NBA的强度 还是被太多过分的动作 侵扰了身体的健康 大家心里都有数 NBA历史上最出色的白人球员 伯德曾经说过 篮球是黑人的运动 我只是努力地适应他们 而作为为数不多能够在NBA生存的黄皮肤后卫 林书豪的处境却比伯德要困难得多 他或许也是这个联盟历史上的 为数不多的能够用被恶犯做成捷警的球员 安东尼的上钩拳 科比的斩首 哈登的打脸 还有各种肆无忌惮 毫不遮掩的推掌与武打动作 球哥当然不是极力地偏袒林书豪 只是当他在受到这种程度的伤害时 裁判却没有吹出合理的犯法 恶意犯规吹成普通犯规 普通犯规能够吹成没有 或许在裁判的眼里 黄皮肤的人好像都会飞踢 还有气功护体 免疫拳打脚踢 但凡球哥真要有这个能耐 今天晚上就飞过去把这些人的家给拆了 除了身体上的痛苦 林书豪还要随时随地面临着口头上的侮辱 早在大学时期 每当林书豪在场上打球的时候 总能听到场面的观众使用C开头的侮辱性词汇 甚至后来在ESPN对林书豪的报道中 也有这样的字眼 在林书豪面对科比砍下38分的那个夜晚 福克斯的记者杰森·怀特·路克 却在推特上嘲讽道 今晚在纽约 又一个女性得接受短几公分的痛苦了 林书豪在火箭时期 面对老东加尼格斯独得21分 这样的表现却被ESPN的主持人安德烈斯 作为亚洲垃圾视频 并且在事后没有得到任何的实质性出发 在2017年10月份 好不容易在蓝王稳定下来的林书豪 为了让自己从临疯狂的智库中解脱 尝试去包容各种各样的文化 却做了各种各样的发型 因为一头黑人的脏变发型 而引起了肯扬马丁的指指点点 马丁的表态 其实能够代表许多西方人对于亚裔的态度 他们可以在身上文中文表示自己的个性 也可以享用所谓的中餐 去使用亚洲人生产的各种工具 但是却不允许亚洲人做同样的事情 在他们寻求肤色平等的时候 是不是自己也应该做到同样的事情呢 在很多人看来 美国的肤色问题一直围绕在黑与白之间 但是从来没有黄种人太做的事情 也许是一开始就没有平等地看待我们 所以在球阁看来 真正让林书豪离开NBA的 是我们引以为傲的黄皮肤 肤色带来歧视 偏见带来更多的伤病 傲慢让林书豪成为球队的头号牺牲品 他在NBA摸爬滚打的十个赛季里 林书豪一共换了八支NBA球队 两支NBDR的球队 辗转了十个城市 但是他的去留总是和自己的表现 没有太多的关系 表现出色的球员被弃用 中庸的球员得到善存 这样的情况在林书豪身上也不算隔离 可即便他厌倦了打包行李 也厌倦了搬家公司 但是他不得不继续坚持 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梦想 现在的林书豪有了更远大的目标 当我老了 头发白了 我希望能够在NBA看到更多的亚洲面孔 能够像现在欧洲球员一样普遍 他将自己作为旗帜 作为开拓者 在遍布经济的NBA为后人开路 在眼下愈演愈烈的亚裔仇恨 林书豪再一次站出来 利用自己的号召力 呼吁不同肤色之间的平等对待 他在努力 为下一个林书豪出现时 能够少受一些伤害和针对 能够真正在NBA扎下跟来 能够成为他想要成为的样子 他也为每一个黄州人 在世界各地都能够挺起胸膛的 维护自己的权利 捍卫自己的尊严 此时的林书豪虽然已经不在球场之上 但是却比球场上的他要高大得多 另外 虽然球哥还不太了解情况 但也许兄弟们当中也有卷入到亚裔仇恨中的人 希望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最好是每个视频来评论区报个平安 这一次真的不是毒难